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五 华翔北淘机我最快 今天我们依旧来到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关注我所有手机的批发行情都在这里 苹果实战也已经发布了 那么他所对应的二手机行情又是如何呢 接下来带你们去二手机市场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今的二手机行情是怎么样的 来到市场 我们先来帮这位浙江的粉丝苏先生去市场讨个苹果 Xs max 手上这台呢是一个无所256g的95成星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3400左右的预算 这位粉丝也是关注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了 所以也是很放心 让我们去市场帮忙淘一个橙色好一点的机器 预算在3000左右呢 Xs max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首先它是一个内置a12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强悍 运行高配置游戏呢 也是不会卡顿 屏幕也是采用一个6 5寸的二位楼异地屏 不仅显示效果好 屏幕整体占比也大 后置双色1200万的像素 电池容量呢 也是有一个3174毫安 拿来当主力机或者游戏机使用个两三年呢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预算不到1000能入手苹果的什么机器 性价比会比较高 用个两三年也不会卡顿呢 那么他来了手上这台机器呢 就是帮助福建厦门的粉丝叶先生去市场淘的一个苹果小八 黑解无所64g 机器呢 也是一个原装无猜无修的 橙色95星64g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9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内置a11的处理器 目前运行高配置游戏 吃鸡王者这些也是毫无压力 屏幕也是采用一个4 7寸的小屏幕 支持前置指纹识别 机身上的效果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不论是哪来当主力机还是备用机 用个两三年呢 也是完全不会卡顿的一个机器 现在我们再来帮这位河南的粉丝白先生去市场淘个苹果xs 手上这台呢 也是一个无所旧神星 上网通插卡就能用256g的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27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呢 相对来讲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机器 这位粉丝呢 也就关注了我们两三天 看我们去市场帮忙淘机器 然后在直播间侧击也是非常用心 所以是很放心 让我们去市场帮忙淘一个橙色好一点的机器 苹果xs内置a12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呢 不用担心 屏幕的话也是采用一个5.8寸的小屏幕 单手握着打字完全没有压力 后置双色1200万的像素 哪日常生活使用用 用个两年左右呢 也是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 现在我们再来帮这位江苏的粉丝东东先生去市场讨个苹果x2 手上这台呢 是一个无所128g的外观橙色呢 也是一个99成星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2800左右的预算 别看苹果x2外观简单 但是在2000左右的预算内呢 苹果x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首先呢 它是一个内置a12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强悍 单层主板的设计 机身散热效果也快 续航方面呢 电池容量也是有一个2942毫安 虽然说它的后置是单向头 但是也有1200万的像素 拍摄呢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哪来当主力机或者游戏机 使用个两三年呢 这款机型在20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然后我们再去暗卓市场 帮这位河北的粉丝 曹先生去市场讨一个华为妹的40polo 手上这台呢 是一个5g版本8加256g的 外观橙色呢 也是一个九九成星 没有磕碰划痕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6500左右的预算 这位粉丝呢 也是关注我们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经常看我们直播 然后自己的手机也是很卡 所以是让我们去市场帮忙讨一个橙色好一点的主力机 妹的40polo呢 它是一个内置麒麟9000的处理器 676寸的双曲面屏 后置5000万的像素 支持超广角镜头 续航方面呢 电池容量也是有一个4400毫安 支持鸿蒙系统 双卡双待 目前来当主力机用个三四年呢 也是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预算在2000左右呢 选什么华为的机器 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 用个两三年都不会卡顿 可以选择我们手上这台华为妹的20polo 8加128g的支持指纹面容解锁 外观橙色呢 也是一个九九成星 目前市场安全 行的话是在一个2200左右的预算 手上这台机器呢 是帮深圳同城的粉丝 陈先生去市场淘的一个机器 2000左右的预算呢 妹的20polo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首先呢 它是一个639寸的双曲面二维楼一地平 不仅显示效果好 后置也是有一个莱卡三色4000万的像素 电池容量也有4200毫安 内置搭载麒丁980的处理器 运行高配置游戏也是不会卡顿 很多小伙伴都在问1000左右的预算呢 能入手什么5g手机性价比会比较高 我们手上这台机器呢 就是不错的选择 则 它是一个三星的s15具版本8加256g的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1800左右的预算 首先 它不仅支持5g网络 而且还是一个256g的大内存 屏幕也是采用一个6 7寸的三星两k楼性屏 显示效果特别细腻 系统运行顺畅 后置拍摄呢 也是非常清晰 同时电池容量呢 也是有一个4500毫安 关于配件这块呢 现在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 手上这款手表呢 就是目前市场非常火的一款手表 华强北版本的gta polo保时捷终结款 那这款手表它有什么亮点呢 首先 它是采用一个316不锈钢的材质 屏幕的话 它是采用一个mline的454×454的高清四网膜 显示呢 也是非常清晰 同时也是带一个吸屏场写 功能上面呢 还是非常实用的 而且它还是有一个那个mp3音乐独立播放的 它是有配一个黑色的硅胶表带 黑色的皮带 跟一个黑色的钢带 配件也是非常的多 这个的话是在一个400左右的预算 然后这款手表呢 是一个华强北版本的 s6 华强北版本的苹果s6 它的功能呢 也是非常局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消息 电话 蓝牙 通知 心电图 睡眠监测 运动 心力 血压 血氧 蓝牙 音乐 省电模式 qq通知 微信通知 功能呢 也是非常极钱 然后它也是一个支持磁吸充电的 这个的话是在一个2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 下面这两款耳机呢 是一个无线蓝牙耳机 这款的话是目前市场非常目前市场推的最火的一个1562m的 二代的 然后可以看到 跟正品一样的外观设计 然后续航时间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音质也是非常好 这款的话是在一个100左右的预算 这款呢 是一个1562a的 然后支持降噪改名通透的 基本正品有的功能他都有 然后续航时间是非常好的 他是带有一个降噪的 打游戏的话用这个是非常适合的 这个的话是在一个200左右的预算 好了 今天的话就差不多分享到这个 如果说喜欢小五的给小五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